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的《香港奇案》 上星期老鹅带大家去过龙美邨 看蔡天峰怀疑在被碎尸的一个空案现场 与大家现场六街交通过《香港奇案》 由于案情还在进展 老鹅也认为坊间里面太多评论、猜度 甚至有网上的片段 一些时事评论员 用一些被哗众取宠 一个老作的心态来说一宗案件 暂时我希望再等多些资料 或者一些真实的流传出来 一些不同的关于案情的新闻 到手之后 然后再跟大家再整合 相对地给一些中狠和理性分析 有关这个震惊中外 说好香港恐怖故事的 蔡天峰的瑞斯案 但是大家都猜不到 这宗案情牵涉到的人越来越多 内部中又拉一个 内部中又拉一个 和这宗案件有拉冷的人物 好似近日 有一个29岁姓潘的一个 在一个IG里面 也有很多人追踪的一位女士 一个叫潘巧妍的29岁的女士 怀疑她也和蔡天峰的前夫 扩广志有交往 甚至协助她潜逃离开香港 事情爆出来之后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牵涉到这宗案件里面 更有甚者 当人越挖越多资料的时候 抄出这个潘巧妍 竟然来头 真的很震撼 而且背景也很响当当 牵涉到她的一些家人 曾经都令到香港很多人 民风丧胆 当年在香港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逛街都要看路 看看会不会有人大声喊 打劫 然后明天有变变变变变变 可以开窗 找地方躲这种 原来她的父亲居民 亦都是卓浩 叫做双窗王 曾经在香港一时 明星很响亮的一个汉匪 潘联斌这一位人物 这一位人物 当年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跟叶继欢、桂炳熊 这些大策 大家都听过她的名字 今集《大院有乐》 就要说回这位潘巧妍的女士 她的父亲 潘联斌 就是爱好双窗王的汉匪 曾经在香港里面 犯过什么严重的罪行 甚至这一宗罪行 竟然牵涉过很仰慕的 和尊敬的一位前辈 雍正晶小姐 雍女俠 竟然她和他已故的先生 刘家梁师傅 都在一宗案件里面 和双窗王潘联斌 打过一个照面 甚至有一个交友 当中的这些细节 我今集的《香港奇案》 当然为了各位网友 立即急召唤雍小姐 而雍小姐 立即二话不说 让我录音带 我说回当时的情况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还有很多一些细节 可能在媒体坊间里面 他都没有揭露过 我告诉了老鹅 不介意和老鹅分享 因为他都知道 老鹅会如实 报道给大家 究竟当年轰动一时的 双窗王糾纵 打劫这个油麻地 这个太平馆餐厅 当时在这个案情里面 还压伤了两个警察 事情的来龙去物是如何 而雍小姐和刘家梁师傅 当时如何面对这些 汉匪的经历 今集《香港奇案》 就会和大家分享 在九十年代 大家都知道 临近九七回归大限 在香港出现了很多 散港骑兵 又拉含了这些工具 重火力的枪支 在香港的地方 打劫金宝 珠宝行、金标、名标 那些地方 大家当时都很害怕 不敢走这个地方 特别是尼敦道 两边两旁 都有这些 大大小小的 周筋筋、周大轮 这些金普 最好就是 不要走那么远 一个不小心 平冰棒棒 榴弹满 满天飞 看见那些汉匪走出来 就扎行了架势 握着AK-47 这样打 真的不得你死 当时也有很多 一些无辜的行人 在这些 罕匪鞋劫珠宝行的时候 不幸中榴弹 就是弊名 曾经在这个香港奇案里面 我也跟大家分析过 也有分享过这些案情 总之在九七年前 之前一段时间 很多外号叫做 省港骑兵的 这些 在大陆带上一些 冲锋枪、手榴弹 黑星手枪的 这些罕匪 都在香港里面 令到香港的市民 一出街都提心吊胆 好了 究竟今集要讲的 一个双枪王的潘联斌 是不是省港骑兵来呢 其实案发在1993年1月2日 这宗太平板餐厅的蟹劫案 当时潘联斌 已经在香港里面 成为一个香港人 大家都可以听到我这样说 即是说他不是在香港出生 没错了 原来这位的潘联斌 竟然比老鹅还小 十岁 1978年 就是广州出生 正宗大圈仔 今时今日 一屈指一岁 他大概 看看先 七八六八 可以计得到 四十五六左右 这个岁数 仍然都非常年轻 他这么小 已经生了 潘考研这位女女 据称今年 已经是29岁 那么大 即是他十几岁 已经生了小孩 也都是因为 他很小过生小孩 相信有很多朋友 到事后 看回一些报道 文章 都是因为要买奶粉钱 养小孩 因为他和他 清梅竹马的一个 居称 甚至雍小姐都说 他的太座 或者当时和他在一起的太太 样貌是非常漂亮的 甚至也都是这次 因为他太太的美貌 而令到他突然之间 施起一条神经 要打劫 这个太平馆的餐厅 这位朋友 来到香港之后 你都可以想象得到 下来香港 很多新移民的中国人 下来香港 便会发觉 说书又读不够 书又读不够 全部都英格闹哨 上课又不知 阿sir说什么 说些程度 又说 让我读五六年班 但完全跟不上 整天都考虑 至我形象很差劲 唯有 一早就已经不读书 却学 走出来社会里面 打滚 说真的 家里爸爸妈妈 要找食物 没什么教你 留下街头 不在学校 很自然就在学坏 这位潘先生 在十二岁开始 已经行走江湖 十二岁行走江湖 甚至在案发 当时也是十多岁 他已经背了四个案底 当时他有一个 青梅竹马的女伴 姓方 据称已经是大她一岁 但是男女之间 只差一岁很简单 我太太也大我 没所谓 两位是爱得火热的 因为青梅竹马 大家感情非常要好 跟一般的古惑仔 或者一般的大侧不同 因为潘联斌 对太太非常爱护 亦非常爱惜她的太太 亦因为太年轻了 又要养家 想不到什么钱 令家人温饱 走得古惑多 走出来 走江湖久了 又背了这么多案底 自然想起 尋常的偏门 犯法的勾当 都是找到一千多百 有什么用 要不不吃 要不吃大茶饭 所以已经挺而走险 行走江湖 做到一些很高危险的 非法的勾当 据称在他十七岁的时候 他已经整天在身上 拉着两支黑星手枪 亦去犯案 或者行走江湖的时候 因为他有两支黑星手枪 江湖上 给他一个却号 叫双枪王 好了 这件事件 如何发生 在太平馆的餐厅 为什么毛尼拉萨 会被人打劫呢 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 喂 刚才老鹅 你说什么吃大茶饭 什么有组织犯罪 打劫这些金行 甚至打劫银行 标行 喂 那些地方 真的分分钟 行行地 几百万的金息 拿你上来 才有数为 打劫太平馆 难道我要打劫这个 瑞士鸡翼 还是打劫他碟干草 我 还是麻烦 现在打劫 给你们的烧鱼鸡 我还要拿真光走 瑞士鸡 帮我打包 不是这样吧 真的没有理由 这么没大志 为什么要打劫 这个太平馆餐厅 真的拒头 老鹅知道 当时有这件事件的时候 我都拒头 为什么好打劫不打劫 打劫 打劫马会也多些钱 反正都是打劫 一件装两件位 当然是打一些多钱的地方 为什么会打劫 这个太平馆餐厅 原来事源 潘元斌 当日是火童 另外三位的一些伙计 他们现在的同党 有一个叫做江庆强 二十六岁 非法入境者 另外有一个二十岁的男子 叫做林家乐 还有一个叫做彭爱光 亦都是二十岁的本地男子 一行四人 据称是连着潘元斌的太太 亦都是二十岁的方文礼 当他们经过太平馆餐厅 没有多远的时候 据称在这个餐厅里面 大家都知道 一看这一张图 太平馆餐厅 就是一个外面 全部都是玻璃的地方 这个玻璃 就看到里面 也看到外面 据称当时 在这里 吃东西的地方 就有一个 真真正正在附近的 这些陀地 这个陀地 你都知道 又有玻璃的地区 又有玻璃館 又有舞厅 又有很多不同的三界九流 这个地方 陀地就以为他自己很兇 你要一个不过意吹鸡 那些杂茶林的兄弟又来 我又负责在这里放宿 收宿 我在太平馆里面打一等 你们就蹲在这些茶餐厅收宿 我就在蹲在这里吃欣美牛尼 吃火焰梳乎里 大家如果有看过这个 希致的美食家 吊总理都在这里面 就曾经吃过这个 火焰梳乎里 我就在这里探世记 你们就慢慢捱 据称当时 就有几名的这些陀地 在这个太平馆餐厅里面 隔着玻璃墙 撩一个潘联斌的太座 当时二十岁 杨茂还很标致 很美女 删了一两件 但仍然是非常美艳的 他的太太 这个方文例 就是因为太太被人不撩 一时就火起 进去就打算找 这几个撩他的 那些大脚佬 收宿佬 来出气 来打勾他 同时之间 一进去想到他 既然就要打他 不如就顺便 打劫了一个太平馆 一不做二不休 都露了蟹 据称当时的这个情况 就是这样 嘔发性地 就是发生了这一宗 太平馆餐厅的一个蟹劫案 好了 刚才你也听到 这一宗事件 有什么关涉到 我个个好朋友 我个尊敬的前辈 翁女俠 为什么翁女俠 和刘家良师傅 竟然会出现了 在太平馆餐厅里面呢 事发的时期 就是1993年1月2日 翁小姐和对外一些访问的时候 她经常说是1992年 但其实记错了 应该是1993年1月2日 当时刚刚去了元旦 即元旦第二日 很多人都会聚会 犯罪、聊天 太平馆这个餐厅 大家都知道 虽然她就算是油麻地 她的收费也绝不便宜 都是中高档以上的 当时的水准仍然非常好 今时今日 我和吊钟李西瓜头 一直都被太平馆 我喜欢吃她的怀旧味道 但一次去一次就失望 越失望就越去 即是经常都很怀念 希望她可以做回以前的味道 但一次一次都不是那杯茶 已经不是以前的味道 但anyway 今集的香港期 我就不讲她们的食品 今次我回到香港 我都没有帮阵到任何的太平馆餐厅 因为时间真的不够很匆忙 希望下一次回香港 再可以吃她的烧乳甲 还有吃她的干炒猴火 好了 言归正转 当时翁小姐在1月2日当日 其实她就伙伴她那时的丈夫 刘家梁师傅 为什么会去到太平馆 那是茂罗街的19至21日的太平馆 据翁小姐所说 原来当日刘师傅 就是约了当时新历城的密家 麦师傅就谈这个剧本 一直谈 谈到旁晚时分 谈谈谈谈谈到晚上时分 翁小姐就很难闻 怎么搞错 麦师傅 约我们晚上出来吃饭 饭都没有吃饭 即是很肚饿了 肚都鼓声 是不是会和我们出去吃饭 谁知道密家 饭都没有请餐过来吃 开完会九点几十点就收冲了 因为很肚饿 在她附近 麦师傅沙咀开完会 谈完合作 有没有什么剧本 各方面的东西 他们离手去了这个 尤麻地 茂罗街的19日来开餐 为什么会去茂罗街 这一间太平馆开餐 原来这一个 就是刘师傅的食堂 刘师傅很喜欢吃太平馆的食物 亦都是因为 曾经他们第一间 搞的龙虎舞狮会馆 在这个尤麻地 离开太平馆 没有多远的地方 外屋及乌 亦都是因利成变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刘师傅就爱上了 来这一间太平馆吃饭 雍小姐当时记得 他们进去太平馆的时候 因为几边都有玻璃门 而在两边中间 有一条很窄的走行 分开了餐厅 分开两边 他们很记得 他当时坐在左手边 一个很近玻璃窗的卡位 正想着 叫食物 看着餐牌打算叫食物 突然间看到 这个太平馆餐厅里面 他一啪啪就走了三四个人进来 他还很记得 有两个人 走了去餐厅那条冷窄窄的行 正中央 举起了一些二支手枪的物件 然后大喊打劫 当时也有一位人兄 站在玻璃门里面 守住 正中他又看着 什么人可以进来 也都可以 看不准什么人出去 然后跟着 见到人大喊 打劫 这样的情况 翁小姐当时 事后 害怕之后 他就跟我说 他都很断定 这一件事件 是很impulsive 很随机 很这个的 偶发性 就是会发生这一件 的打劫 因为如果你真的 进去太平馆里面 去打劫 断骨 你也应该有个 旅行袋 或者手提包 方便你把那些装物 放在里面 把东西走 这几个看匪 手持这个手枪 但是 竟然 连一个自备购物袋 帮你的套袋 都没有做到这一件事 当时他们也指着 当时在里面 在吃东西的食客 现在别动 现在老狠 打劫 情况就是十足 好像这个 记不记得 在半斤八两里面 石坚走到戏院 打劫 那个时候 那个情况 情况又灰鞋 又搞笑 从时之间也很震惊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在这里吃东西 通常都是中产阶级 受过高等教育 或者出身挺好的 一些食客 一些顾客 雍小姐当时还很记得 当汉匪 女主义枪 打劫的时候 很多一些在吃东西的朋友 是呆了 直接呆了 他们呆了 直接拿着一个汤匙 定了格 那个汤匙还拿着一个 罗宋汤和牛尾汤 入口里面 即是鸡蓉燕窩汤 就放在口里面 又或者你在塗牛油面包的时候 在塗牛油面包的时候 定于在那里 都不敢动 那你都知道 这些中产 个个都是挺怕死的 震惊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个个都听话 将手上的食物 银包里面的cash 拿出来 扔在匪徒 拿了当时在吃东西的 食客的手袋 用他们的手袋 来装摘这些装物 手标 各方面的东西 这一班的银 真的假的日子 突然之间 偶发性去打劫 因为当时 刚刚就是元旦的第二天 很多朋友 都出席一些宴会 和派对 很多时候 正宗 吊总理一样 去饮去成 去威 肯定是带着带带 走出街 而当时 刘师傅 据翁小姐所说 带着一只很漂亮的奴力士 而翁小姐 手上也带着一只 蕭邦 手标 女装标 同时之间 身体上 也配戴了很多 贵价的食物 为什么会去屎发痕 走去太平馆吃饭 带着这么多这些食物 据翁小姐当时 他记得好像阿婷 他不知道在那段时间结婚 我就去阿婷的婚礼 阿婷即是他所说的 张坚廷导演 而张坚廷导演 与爭气哥的女儿 就好像在那段时间结婚 如果大家有听过商台的危险人物 大家就要知道 张坚廷和翁正晶小姐 是危险人物里面的拍档 是一个拍档的主持 当然拍档 娶老婆当然要出席她的婚礼 甚至隆重其事 保险商拿了很多这些手饰 出来 打算去她拍档的婚礼里面 未到到去 要指着刘师傅 或者翁正晶去拿的手饰的时候 真的有一个不足之客 在那个时刻要进来 那时突然间 玻璃门随随打开 有个人一家大小 就进来太平馆 在这个餐厅里吃饭 为何突然间玻璃门进来 在门口守住的刀 为何让她进来呢 看到一家大小进来 进来很多位置 进来 进来那个人 现在太平馆 最近服务态度好多 不如有诈就进来 一进来就被人拿枪指着她 现在打劫 麻烦你走到一边 待会我会问你 拿你这些财产 首饰 各方面的东西 原来是粤剧老官 这个名领 这个是阮兆辉先生 和她家人进来 被人拿枪指劫 好 接着有一个财子走过来 见着刘师傅 不知道她认得了刘师傅 想挑剔 还是看刘师傅 是否真的一胆二力三功夫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前面的长者 这么矮小 这么好抽 拿着枪指着她 随便 这样 翁小姐在那时刻里 很生气 拿着枪指着我丈夫的额头 还指着她的云阵 顶着枪 在那时刻里 翁小姐发现到一个 令她很担心的情况 就是这个歹徒 持枪的匪徒 拿着枪顶着刘师傅的云阵 她就见到震忍地指着她 震忍地指着她 大哥 你一个不觉得 走火 刘师傅吃你一粒年纸巾 他又未练金钟教 他又练红拳 红拳受不了子弹 怎么办 又怕她走火 喂 你不要拿枪指着我父母 竟然说了一句这样的说话 你不要拿枪指着我父母 搞错 为何翁小姐说刘师傅是她的父母 大家都知道 翁小姐帮刘师傅 生了两个很漂亮的女孩 两个很漂亮的少女 大女儿直直漂亮得不得了 拍得住她妈妈小时候 这么漂亮的女孩 跟她说 不要指着我父母 原来翁小姐 学了她的两个女孩 叫刘师傅做父母 跟着她说话 就是不叫Honey 不叫Darling 不叫老公 不叫刘师傅 就叫她做父母 那个带徒 就看着翁小姐 在那个时刻里 翁小姐用很确定的眼神 就看着她 不要指着她 你走火打针她 那怎么办 那个带徒 就是看着她的时候 也只手指正在震 翁小姐的心里 不可以劣 不可以害怕 为什么 一个不觉意 你真的开枪 不是死火 但心里面都很担心 就是分分钟 那个带徒就会开枪 因为当时 在香港里面 这些蟹劫案 无日无知 很多时候 都很多这些 徒人 无辜者 被打劫的人 都有机会 中他们的帘子巾 据说 翁小姐留信给我 那时他又说 他想起的时候 就是在九龙那边 有一个麻雀当 麻雀的麻雀管 那些竹管 被人进去打劫 关门 逐个逐个洗劫 把他们的钱 有一个打麻雀的朋友 就口痕 就说 阿哥 有些导致好 留一袋水 去搭的士好吗 接着 那个贼 就留一袋水给你 扔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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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枪 就扔了他 在里面 希望他留一袋水 给他搭的士 打麻雀的市民 他就很担心 这个汉匪 会不会 不小心 拿枪 会射到刘师傅 又或者老修成路之下 拿枪 指着翁小姐 扔下他 或是如何 豁出去 自己最爱的人 让刘匪拿枪指着他 谁知道 这个责人看着他的时候 震震一下他的手 开始定一定 垂下他 而那时候 刘师傅 就很鸩定 跟他说 算了 算了 刘师傅 将他的手标 钱 交给刘匪 而翁小姐 也将他的手势 这些肖帮标 也交给了这个责人 事后 翁小姐 原来知道 当时拿枪指着他的匪徒 就是 这个双枪王的潘元斌 好了 在那个时刻里 接着 见到这些罕匪 走去 另一边的玻璃里面 有两个大只佬附近 接着拖到他一边 然后 整班的食客 听到 一连串的 男子汉 开头 红豆豆的声音 接着 弱鸡被人打得 哭 妈妈也不认得 呼爹换娘叫痛 这种的惨叫 不要打 不要打 救救救救救 好痛 不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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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声音 一直一直响了 大家都很害怕 为什么会把这些人毒打呢 原来 被他抽到餐厅的尾端的时候 而那两个人 就是当时隔着玻璃 就是撩他老婆的 一个当时在油麻地的 这些陀地的收宿路 说真的 这一棵事情 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个契弟 在这口花花去撩人 就不会 顶你的肺 就是殃及无辜 这一个 令到灾及慈余 大家那些人 全部进来 打算吃你的鸚鸟牛里 打算吃你这个烟瘡鱼 打算吃你这个黑沙鱼 打算吃你这个火焰的疏腐鱼 以及最重要的是 你跟你的牛扒餐里面那杯啫喱 大佬 落花奶下去 竟然搞得我被人老狠 你身上的钱跌了 那些戒指 钻戒 金色 被你们老狠拿掉 有没有搞错 这两个人 就是雷街坊 总之那两个人 就在后巷里面 近这个尾端 被他们疯狂修理 据称当时 他们拿着枪柄 不断坑他们的头 打到他们 爆肛了 流血了 就是这样的情况 好了 到最后 伙计 收拾了些东西 收拾了些东西 拿了些东西 大家哪有一个还没给 哪个还没给 好快点给 不是 打斥你们 或者我们出匪 给钱 给钱 打劫 他说 最终的个人都给了 然后这几个匪徒 就离开了太平馆 当时大家都很耗底 很害怕 雍小姐第一时间 见到他们走 就立即打电话去报警 但原来 给他们报警 就更加早 原来就是在水坝里面 这些厨房路 一见到细色不对 就已经打了电话 就去报警 那天雍胜精小姐 就人急置身 就立即就去想 咦 你早了我这么多 打电话报警 就是换个人说 其实当他在脑子 或者在打那几个大只脑子的时候 警察就已经来着了 计计的数 咦 差不多 就快到了 他们逃走的时候 会不会 遇到警察 然后之间 会爆发一些冲突 或者大家互相开枪 那就是不得点 那怎么办呢 当时雍小姐就立即 就跟这些 警察 这些 这些 伙计 就说 快点锁回门 快点拖回门 慎防他们 遇到警察 遭遇战的时候 退回太平馆的餐厅 他冲回来的时候 找我来做人质 那就是能得利橡皮堂 那就是能得利橡皮堂 那时他真的不懂得说 我帮他加上去 这是一截的对白 当然他会很担心 雍小姐的这一个 担心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在这一个太平馆餐厅里面 有老有联 男男女女 有大人有小孩 有老爷 有八爷公 有婆婆 个个都 说真的 一个不过意 被他捉了去做人质 挟持 以前保身行行 下劫案 逐个逐个拿出来 对着刑干幕 真的不行 你死了 立即锁门 以及即时 将一些小朋友 老弱残兵 将他们 叫他们去水坝 水坝里面 用云石 就在墙 那水坝 就在水坝后面 因为为什么 亦都同时之间 叫这些食客 远离的玻璃墙 因为担心 一个不过意 警察和汉匪 爆发枪战的时候 子弹没眼 子弹射到玻璃枪 轻质就被玻璃弹枪 滑花你手手脚脚 重质的榴弹 让子弹飞入会议 飞入太平馆里面 种一两粒年纸巾 新年礼物 就不行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立即躲起来 而且很好地 闭死了门 慎防这些 刊匪就回来 接着当时 收到警察的一些电话 打回来 就说 你们里面的人怎么样 他说 刊匪走了 现在很需要报警 损失了一些财物 要报警 告诉警察 接着警察就说 你不用担心 这个刊匪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地方 已经和他遭遇了 但是他也爆发了一些枪战 令到我们的警察 有一个受伤 很快我们的警察就会到 一会儿 枪战的情况 我只要跟大家再谈 先说一下 警察就在很短时间 来到太平馆的餐厅 而去到太平馆餐厅的时候 进来的时候 每个警察就举了枪 指着在太平馆餐厅里面的食客 和翁小姐、刘师傅 包括阮兆辉 为什么呢 原来当时 据了解 那些警察是担心 那些财是未走 而困在一些食客里面 假扮这些无辜的平民 甚防里面有这些汉匪 在里面躲起了 所以每一个人 都当作一个警察 这样的了解 另外 有杀错就没有放过 让他们回马枪 打中一样东西 就BK了 后来就经了 清楚之后 所有这些警察就知道 里面已经没有这些汉匪 也跟他们逐个逐个 要下口供 搞到晚上11点多的情况 据称当时 翁小姐就没有了一些金色 也没有了一些珠宝 也没有了他的烧帮标 刘师傅就不见了 他被人抢了他的努力士 如果没有记错 他就好像说 阮兆辉 很聪明 把他一些珠宝 或者一些标 一些贵重的东西 就放在梳化里面 就是没有所损失的 他也足够 如果让我看 潘联斌知道 真的不敢说 做到一个大风上也有可能 没什么损失 翁小姐也说了一个很有趣的事件 给我们听 当时翁小姐还没有做翁大藏 仍然在经营一间保险公司 当时他就很有趣 跟太平馆里面的避劫的食客聊天 就说不用太担心 如果你们有买保险 像我这样 我们不见了的东西 就全部都可以保险 可以避免的 事后也是 因为他不见了的标 或者有些圆圆圆 是可以避免的 可以做这个赔偿 有些人就打趣地跟他说 警察有没有可以陪 刚刚那个警察被人压低了 警察因为他执行警务的时候 受伤 就没得陪 有些人就怒吞他 那贼有得陪 那贼有得陪 那贼你从事非法勾当又怎会陪 但我们买保险就有得陪 在那个地方 警察不让他们走 他们也在里面排队落口供 竟然被翁小姐 凭着他三寸不难之舌 就跟当时在吃东西的食客 打上交道 甚至币他们买这些意外的保险 竟然在这里被人打劫的人 仿余大悟 原来明白保险的重要性 被他们卖了好几张的保单 甚至这些后来 当他们要交收 去签单的时候 大家选择的地方去哪里签单呢 又去选择这间 油麻地 这个贸罗街 19至21号的太平馆餐厅 来做这个交收 真是鼓励不到 甚至这些朋友 日后跟翁小姐 都做了一些有心交的 客户意外的朋友 这种的关系 事发之后 有一个题外话 就是刘家梁师傅 那只贸罗 到最后 就在一间的牌食店 找回 而这个牌食店 之后 就跟警察说 刘家梁师傅 就要拿钱 去赚这一支的牌食店 搞错 找到这支牌食店 这个牌食店 就是被人老套了 现在在你手上 你买了老鼠货 但你竟然要我拿钱去赚它 原来在香港的法例里面 如果证明 这个牌食店的交易 没有一个计划 而你买这支牌食店 从事一般 你做开的生意业务 譬如一些抵押、一些当铺 这样的情况 证明你经过一个合法途径 买了这一只标 其实这只标真的是 买了标的收购人的合法家当 你分钟就要拿钱去赎他 当然不妥当 当然要打官司 后来也知道了 如果证明他有Dual Diligence 可以查核合法途径的负责任 了解清楚这一个物件在哪里来 还有没有刑事记录 又或者你平时做开收买这些 旧货的欧档 当然没理由这个银锡小食店 突然间收购一只标 当然是什么同安大鸭 或者什么长安鸭 长枪鸭这样的情况 买开这些当铺的东西 有合法的理由收购这些标 不然如果你不是 这只标你也要偷回出来 幸好原来收购了刘师傅的标 这一间公司 平时不是做开这种拿抵押 或者收买一些旧货 去放卖出去的这种勾档生意 到最后赢了唐辉 赢了官司 拿回她的标 到后来 翁小姐的肖邦标 又怎样去拿回呢 当然就是关于这一帮人兄 打劫完之后 饱食软酿 要走啦 当时一群几人 潘联斌 江庆强 林家乐 和彭爱江 他们每两人分成两架的士 离开油麻地 当时有一帮警察 就是在尝试一个 叫做泥霆素穴的这个project 刚刚就是原事 当时有一个PC 这个26岁的军装的男子 叫做陈志文 火拍一个当时的辩庄的探长 赞慧雄 刚刚完结了这个泥霆素穴 收到大台的叫他们 叫他们叫他们 现在在这个茂罗街 爆发这个劫案 在附近的伙计 马上去这个增援 当他们两个收到这个order 收到这个call的时候 两位就是乒乒乓乓乓 走去近这个 尼敦道甲 这个宁波街的方向 当他们跑到这个 近日东酒店对开的地方 应该是近这个现时点 现在现时点附近 没有多远的地方 他们就收到一些 市民的一些线报 告诉他们 阿sir 阿sir 刚刚好像见到 他说前面有两个的策 他进了他的的士里面 去着这个方向走 那两个就听到 市民的这个报算之后 乱乱乱就去这个 导波街的一个方向去冲 甚至没有 看到那些红绿灯的绿灯 他都不管 忿不顾身 就打算是一只截停的 那一辆的士 真是被他们 驾驶到那一辆的士 就打算走上去 一只截停这辆车的时候 当时这个陈志民 就还很记得 当他截停了这辆车 打算了解清楚 那一辆车里面 是什么人等坐在里面 当时他记得 司机和乘客的窗 的玻璃 是拉了这一半 当他正想要看清楚的时候 就听到一些不同的 砰砰的声响 说时迟那时快 他就感觉到 他左边的手臂 就是一阵子的剧痛 原来当时在车厢里面的 潘联斌 就向陈志民的PC 开枪射他 那一枪原本是瞄准 他这个心撞 但是飞机撞子 有个瞎巧 刚刚手动一动 就打入了他手臂 然后就改变了方向 就拉入不了他这个心脏 他就为国捐躯 盖英国旗 同时之间 另外那个辩庄的 这个赞慧雄 那他又怎样 这个姓站的这一条小伙子 就是右手的手臂 和左边的这一只脚 都分别是中枪 打中了的枪 就跌在地上里面 就没得再反抗 而这一个陈志民 就当时中枪 倒地之后 就即时还拖 就吐回四枪 就想打这个的士 但是四枪都是miss的 哇 在这样的闹市里面 开四飞 你打不中这些的士 但你打中在旁边里面的 是屠人 就能得你着眉堂 多得你不小 是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目送了这架车 就去闪了 就离开了这个案发的地点 那好了 浪费人受伤 也有伙计 就被扔下了 是吧 那怎样搞错 那没办法 当然要救护车 十字车 各方面 就是去救援这两名 受伤一个姓站的 一个伙计和一个陈志文 接着的警察 就立刻视之为奇耻大辱 两个伙计被拉低 三十九名的食客 在太平馆的餐厅里 被人集体打劫 损失四十多万的现金 和款项 和珠宝手式的物件 当然要发散人就去找 当然当他知道 那里是名陀地 被人家打 然后跟着 就从这个方向了解到 究竟找什么事被人打 就是聊女人 聊女仔 在这个方向去 也知道根据他的描述 他们聊的是什么类型的 这个女仔 狗仔队出动 最终在1993年的时间 两个星期之后 就在九龙城的戒限街 在九龙城的戒限街 就看到她的太太 一个双昌王的女人 就在九龙城的戒限街 这个地方出没 这个方文例就是出没的时候 跟着他们去到他们居住的 这个寓所 晚上的七点钟 晚上的七点钟 当时他们趁不以为意的时候 就去到戒限街的 这个十八号的地方 就特杀 当时在这个单位里面 就有三男三女 全部就是一网成禽 就是七步归案 到最后 也都在港九各地 一共拘捕了 四男二女 七步归案 其中就是潘联彬 光兴强 林家乐 还有这个彭爱江 再加上这个方文例 都全部被捉了 那为什么要捉上 这个双昌王的太太呢 原来当时这个方文例 她在她家里面 搜到一个女人袋 里面有这个手枪 和这个手楼弹 告她非法藏有的军火 甚至无牵涉到打劫 磁蟹行劫 各方面的事 后来林家乐 也转为污点证人 一个控方证人 指控他们的同党 打劫 承认案情 各方面的事 事件就去到1994年的审判 当时他们已经有两名 很年幼很年幼的小朋友 父母都被拘押了 在庭上 里面这个双昌王 声泪区下 势神匹怨 说不关老婆事 他给一些东西保管 他完全不知道里面是枪和手楼弹 由于在判案的案情里面 似乎有不公平的对待 潘联斌在法庭上 又哭又苦 又哭 又哭哭哭 求饶 希望重新化了他的太太 到最后 方文麗被无罪释放 就放了出来 听说他最后 做一个售货员 养大的一对子女 而这个双昌王的潘联斌 被判坐16 当然了 入到大祠堂里面 就要去坐牢 就更加认识到 更加多的三三五幕人马 大祠堂赤柱监狱 里面的汉匪也有 色魔也有 连环杀手也有 什么鬼的人都有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蹲在里面 就要更加结识到 更加三三五幕的大人物 可能之后再计算一下 吃一些大茶饭 这十六幕里面 除了打劫太平馆 也包括曾经打劫 战水湾银行的大班 亦都打劫了一些财物 和一些在他身上找到一些 其他劫案里面的装款 一次加起来就坐了十六 好 翁小姐就很幸运 因为当方文例被捕的时候 手上戴的这一只手标 正正是翁小姐失去的那只蕭邦标 到最后就可以墨归原主 劉师傅就是劳力士 惊涂海浪之下 到最后又要打官司才能够取回 翁小姐的手势各方面的东西 到最后也可以埋归原主 说了这宗案件给我们听 其实这个太平馆餐厅的结案 只不过是上集 之后 几年之后 当这个双枪王 潘元彬放出来 他也有另一宗事件 就是老人勒索 老粒之余 还捉了一个专卖佐泰车的一个人兄 勒索了五百万 这一宗事件甚至没有 去到铜锣湾的南洋酒店 爆发飞虎队双枪王的事件 这个案件 看看今个礼拜有没有机会 跟大家讲完这一宗下集给大家听 如果说不及的话 迟些的大院有乐 又或者在这个香港奇案里面 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双枪王 绑架佐泰车王的枪击事件 直到今集的大院有乐之香港奇案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双枪王潘元彬 当时在这个太平馆里面 挟持刘家梁师傅和翁磊俠 打劫其他食客的一干干架枪事件 后来陈志文的一个警察 去到2002年的时候 扎职做了一个警署的警长 但是他因为阻避中枪 也射碎了阻避的手肘 造成10%永久性的伤残 去到2010年 他五十多岁就退休了 也拿了一些高级荣誉的服务警队的奖状 我认为他很幸运 如果不是那枪 扎着他的胸口就死了很多 下一集都可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这个绑架佐泰车王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直到今期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下次再听老我说的香港奇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